在1930年代 那由日本總督府的這個 山林課所建造的這個日式的木造的建築 民國95年的時候 由台北市政府指定為文化資產 這樣的一個宿舍群的存在 其實也告訴我們 當時日本殖民政府 他來台灣去開發這些山林資源 非常重要的一個歷史的遺跡 所以我們進行這些場域的修復 那很重要一點當然是要呈現歷史的真實性 那把整個歷史的脈絡 可以藉由這些場域來做呈現 要的所有人 是要呈現歷史的能力 所以我們不願意 去世和宿舍群的地方 是用於深屬於中心去發展的 對小極宿舍群的地方